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蓝旺基微微敏唇 原本色白的耳垂再次爬上一抹粉 其二家宴之上 不可二人同袭 原来舒服在家宴上 早就看出自己与魏英的小动作 蓝旺基恭敬道 是 蓝旗人又道 另外 你和魏英把家规的第七条 十二条 三十一条 四十五条以及第六十三条 都分别抄写一百遍 蓝旺基知晓此次蓝旗人罚他们已经很流情面了 他道 旺基领罚 他拱手一礼随后退下 在旁人看来 他如往日一般 神色清冷面无神情 但蓝旗人却看出了他略显迥态的神色 其实有一瞬蓝旗人想将他二人分开一段时间 原本欲罚魏无羡去逐世静思纪过一个月 罚蓝旺基去藏书阁抄写佛经静心一个月 可又想想他们本就是道理行周公之理实属正常 此次罚他们不过是提醒他们要注意影响 那几条家规已经道明其意 家之蓝西尘仍在闭关组中之事 主要还是靠蓝旺基打理 若是将他或者将魏英罚中了皆不妥 是以此罚足够了 蓝旺基知晓此次疏复罚他是有意放水 他离开雅师后便去了明示处理邪灵时后续 而魏无羡这边 他在蓝旺基走后 便无聊地出了静视 他在云深不知处闲逛了一阵 今日本时休目 却不见几个相熟的小辈在外游荡 魏无羡逛到兔子堆处 逗了逗小苹果和那群兔子觉得无趣 便又回到静视修炼结单远利 五时 蓝旺基提着石河回到静视 见魏无羡正在踏上打坐调息 便没有出声打扰 他将石河置于查案上 自己便端坐在书案旁 认真默写拦起人法的那几条家规 第七条 云深不知处境内不可纵欲 第十二条 云深不知处境内不可放纵四亿 第三十一条 云深不知处境内不可白日轩吟 第四十五条 云深不知处境内害时吸 卯时起 寝不可语 第六十三条 云深不知处境内不可赤脚 不可一身不整 蓬头乱发 半晌魏无羡才调息完 睁眼见自家道理正经微坐在书案旁抄写 魏无羡不言不语 只脱腮笑眯眯地看着他 蓝忘机察觉到他醒了道 醒了 先用餐 魏无羡这才下他 懒洋洋地走到蓝忘机身旁 歪身坐在他怀里 道 说吧 受什么委屈了 说出来让魏哥哥心疼心疼你 并为蓝忘机道 没有 这么冷淡 那二哥哥不是受委屈了就是受刺激了 说吧你叔父要怎么罚我们 蓝忘机言简意该地阐述了一遍 今日沉间去雅师的情况 魏无羡道 这么说你叔父还真是手下留情了 他拾起蓝忘机写的那几条家规 故意大声念出来道 不可纵语 不可放纵四一耳 请不语 不可白日轩银泽泽泽 不可赤脚 不可衣衫不整蓬头乱发 二哥哥你家叔父懂得可真多 他怎么知道我们就是这样的 蓝忘机拿过那张纸道 别闹 顿了顿又道 叔父又新制定了两条新家规 哦 是什么啊 蓝忘机红着耳垂道 不可二人同喜 不可半夜发出噪声 半夜发出噪声 哈哈哈哈哈哈 魏无羡捧腹道 蓝老头也太可爱了吧 看样子他昨晚说的刺激可不小 魏英 蓝忘机祖道 哈哈哈哈 不知蓝二公子觉得 我半夜发出的可是噪声啊 哈哈哈哈 蓝忘机微微敏唇道 不知修 修什么修啊 这还不是怪你 那么厉害顶得我都忍不住叫唤 蓝忘机欲捂他嘴道 别说了 魏无羡挡开蓝忘机的手道 偏要说 我看韩光君就是喜欢听 哈哈哈哈耳朵又红了 这时又害羞了 蓝忘机忍不住 掐了那人腰间的痒痒肉道 先用膳 魏无羡缩缩了一下 道 那你喂我 好 蓝忘机将人横抱到茶岸旁 魏无羡后知后觉道 哎 不对啊 你今日午时 怎么有空回京市 手中事物不算繁琐 哦 那你今日可是有时间陪我 要不我们白日轩银轩银 别闹 稍后要去寒谈洞 魏无羡绝了绝嘴道 哦 那好吧 我待会叫上司追他们 陪我去藏宝阁的股市转转 儿子 富山 老师 你 Khalid 那你